生肖羊 生肖羊的人性格总是非常勤勤恳恳 也尤其是对待工作更加的兢兢业业 11月开始受到赏识的机会比较大 也许会遭遇一些瓶颈与障碍 必须要有坚持下去的勇气及精神 千万别半途而废 明年事业运会有所突破 你的专业形象可以为你带来财富 最近要注意保暖 预防感冒 生肖狗 生肖狗的人平时对人对视都非常本分 对人还忠诚 受到他人非常多的好评价 多留意身边一些可用的人脉及资源 如果遇到困扰不要另于向人求教 因为许多突然的因素必须专注于工作 自然压力不小 要做好心理上的调试 所有的奔波劳碌将不会是做白工 职场的互动之中会结识到不少能够帮助的高层人士 11月开始属狗的人运气是要大旺 才气高涨 把握难得的机会 利用好不要让他溜走 生肖虎 生肖是虎的人 11月运势上上千 运势旺盛 福禄双至 属虎人开始走狗时运 他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想法敢于担当 因此积累了大量的人脉资源 较好的利用自身的资源 蓬勃发展自己的事业 能有一番作为 其实可以尝试去做一番改变 可以得到伙伴的资源 但也要花一番心思去争取认同 明年可以加大前进的力度 多利用工作的互动去结识专业人士 在植物上能有充分的主导权 就能轻松将自己所学的经验与知识利用起来 还能得到周围身边人的大力支持 生肖牛 属牛的人进入11月诚恳的性格 老师的脾气为他们带来福运 11月之前运势总是平平 没有什么大的起色 那么从11月开始就已经命格 财路双生遇事者将会有好运气降临 家人幸福平安财运更是连望一整年 平安健康富贵多福 一顺百顺 属牛之人早前福德公有凶星灾沙作乱 导致部分人生活上不顺心的事较多 财运普通的状况 11月财博公得金贵吉星照耀 到时候身边大机遇出现 大奖进门步步高升 名利和财富可以双双丰收 倘若把握住好运 财库风赢家产越来越雄厚 此外属牛的他们工作中开始得心应手 能力突出 升职加心意受赏识 将来财望事业望 衣食丰足 生肖机 属机的人精明能干 精力充沛 正直 办事果断 精细 是精明的经济专家 有裁员的同时 特有的个性 加之从小就有的远大理想 终生的事业都会顺利 但是在之前生活中生肖属机的人运势较为平稳 钱赚的也不是很多 这可能会让一些生肖属机的人感觉生活很无奈 11月一到财运就开始旺起来 来了就不会走了 过上好日子的同时还可以享福 生肖猪 属猪的人不轻易发脾气 也很少甩脸色 就算有时候心里有点火 但过去了很快就能忘记 正因为如此 他们的感情更容易长久 婚姻更容易幸福 进入11月世事顺心如意 好运连连 因为他们自身的良好气韵 总是会在很多时候给他们带来很好的财运 而且这段时间在事业上也会有很好的发展 会遇到属于自己的生命中的贵人 好的贵人运让他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旺 随之而来的就是别人羡慕的好生活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